美国不收回拜登将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 拜登说习近平觉得非常难看 VOA 美国总统乔拜登 拜登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作独裁者 招致北京尖锐批评 但是 美国没有收回这番评论 在拜登做出这番表示的一天前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安特尼、布林肯访问了中国 以修复双边关系 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维丹特 帕特尔·纳于普特·周三、6月21日说 拜登总统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比作独裁者的言论并不应该令人惊奇 他说 重要的是要记住 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和不同意见并不足为奇 总统和国务卿相信外交手段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 最近进行的这次访问是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管控紧张局势 消除误解 避免误判 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进一步的风险 但是我们不会犹豫地指出我们存在分歧的领域 坦率地表达我们的分歧 当然 总统和国务卿明确指出的其中一个领域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区别以及他们所具有的特点 周二 拜登在为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募捐的一次活动上说 在今年2月美国击落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事件中 习近平当时并不知道气球飞越美国领空 他说 这对于独裁者是非常难堪的 当时 他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拜登补充说 当美国击落气球时 习近平觉得非常难堪 并否认气球的存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三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击 他说 美方有关论极其荒谬 极不负责 严重违背基本事实 严重违背外交礼仪 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 是公开的政治挑衅 在拜登发表这番评论的一天前 布林肯国务卿结束了北京之行 此行是为了修复双边关系 今年2月的气球事件使两国关系陷入历史低点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资深研究员扎克·库珀 赫·库珀通过skype说 如果在我们看到的接触之后 是来自非常高级的官员如此直接的批评 我认为 中国方面将会质问 一开始的接触究竟有什么意义 布林肯的北京之行虽然没有取得任何突破 但是他和习近平同意将美中竞争关系稳定下来 不要演变成冲突